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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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跟唐叔说 你怀孕了 什么 我这里是为了保证 万无一失嘛 所以才想着这么一个 一劳永逸的办法 你管这叫一劳永逸 对啊 你想一想 如果 你有男朋友以后 他们肯定会催你结婚 对不对 催你结婚 肯定会催你生小孩 对不对 我这是帮你一步到位啊 我当年就应该让狗 把你给咬死 省了你现在来祸害我 唐薇薇想想你的毕业证 毕业证啊 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唐叔 我知道你是嫌弃我年纪小 但是我对薇薇真的是真心的 而且 我也会学会一个男人的担当 万物皆下品 唯有真心最珍贵 这个道理是不是对 对个屁 这个小兔崽子 你竟然把主意 打到我们家薇薇偷上来了 我这么多年白疼你了 我 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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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把我赶走以后 那孩子可就没爸爸了 难道你指望董哲 那个小别三 不能吧 我跟你说 他特别抠门 小董 不靠谱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今天必须替老林 教训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也打了好了 别别别 要不是你一直比我相亲 那又这事儿 现在男朋友也有了 还知根知底 行了吧 别总说还我 好 把事情交代清楚 我就还给你们 什么时候开始的 说 上个月 到底什么时候啊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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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开始的 上个月发现 好啊 一个死活不相亲 一个成天阻止我 这合着 竟然在我眼皮底下 兴风作浪 你们两个这么不讲究啊 你到底说够了没有啊 别证书到底还不还度 怀孕了脾气还这么大 去吧 十周运捡 下周开始胎教 这个手丝好好看啊 如果巍巍有什么闪失 我找你算账 拿去 拿去 谢谢爸 来吧 来吧